6500万年前,已就是恐龙的天下,如果派上一万个人类前往恐龙时代,多久才可以统治地球? 这个问题显然是非常有趣的,毕竟我们人类是非常智慧的生物,远不是其他生物所能比拟,那么仅仅一万人,会不会是恐龙的对手呢? 其中,考虑的因素有很多,这些因素将会导致人类能否战胜恐龙的重要原因。 恐龙时代的环境显然是和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不一样的,无法不太确定我们一万位勇士是否到了那里,会不会是病原体消灭了? 病原体需要能够通过我们,有足够的技巧来克服它们,也有可能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病原体。 当谈到被欧洲疾病消灭了每周的住民时,其中大部分都来自矿物种污染,鱼马、猪、牛、鸡等生活密切相关。 其生理学与我们的相似,允许生活在其伤的病原体突然出现,就会导致疾病。 如果我们人类首先能够解决病毒,那么接下来就是逃生和打造武器。 刚开始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,但在几百年之内,最美味的恐龙就会供不应求。 我们真的很擅长猎杀动物,恐龙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。 要知道在我们古人类进化的时期,猎杀了很多大型生物,灭绝了不少。 更别说拥有现代智慧的现代人。 随着我们人口的成长,每一种大型尸肉动物,都会有一群猎人跟在后面。 说不定到最后,哦,恐龙还会灭绝。 人类也是倒大高手,即使是一群集体所谓巢穴的恐龙,我们人类完全可以利用智慧将它们击退。 你必须记住,我们是有史以来最顶端的掠食者。 作为超级捕食者,可以捕食地球上的每一种动物。 我们可以用大独木猪和尖棍捕杀了世界上大部分的莫香精。 即便是恐龙霸主也改变过了什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